1985年8月9號晚上 馬來西亞國會議全票通過,提出了新加坡 李光耀流著眼淚向聽眾宣布 新加坡從今天開始被迫獨立 對我而言,這是極度痛苦的一刻 李光耀一夜之間黃袍加深 當時他在鏡頭前落淚 如商考別的景象,大家仍然記憶猶新 一個面積是比台北勢大一點 除了港口火人以外 毫無資源的罪惡小島 前途確實黯淡無光 結果短短是近年 新加坡經濟迅速發展 入列亞洲四小龍 人均超越前祖國馬來西亞達四倍以上 新加坡的崛起,簡直是奇蹟 那新加坡怎麼做到的啊? 那麼故事得從二戰結束後 英國重返新加坡說起 英國雖然是戰勝國,但也日薄西山 漸漸衰敗 世界各地爭取民主獨立的浪潮風起雲用 東南亞各個國家 如印尼、緬甸、越南紛紛獨立 而這時英國在這個區域的勢力範圍 除了馬來半島的馬來亞、新加坡外 還有普羅洲島東北部的沙拉越、沙巴與汶萊 而其中經濟實力較強的馬來亞與新加坡 獨立的呼聲不斷 1950年8月 新加坡未來國父李光耀 在劍橋大學畢業後返回新加坡 1954年 創立了人民行動黨 和人氣很高的共產黨聯合 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 而在馬來亞 獨立的則比較順利 1957年8月 馬來亞獨立 改稱馬來亞聯合幫 1959年 英國准許新加坡自治 人民行動黨也成為了議會第一大黨 李光耀出任總理 李光耀上台後 認為新加坡國土狹小 缺乏自然資源 沒有耕地沒有淡水 又夾在馬來亞與印尼的兩大國之間 想來想去 唯有和馬來亞合併才能生存 合併又將享有馬來亞的資源 也有可壓制日間做大的共產黨 這當時獨立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概念 能和馬來亞合併就不錯了 但當時經獨立的馬來亞總理東菇 拒絕了這樣的提議 東菇擔心在新加坡的共產黨 會刺化馬來亞 也擔心新加坡華人 會和馬來亞的華人聯合起來 在政治上挑戰馬來人的地位 不過在1961年 李光耀拉來了馬來人很多的沙巴和沙拉月 與面積很小的汶萊 蘇拉一起組成馬來西亞 東菇也因此改變決定 中祖國英國表示沒有意見 只要取得當地居民同意就好 李光耀變左手公投計畫 1962年9月 新加坡舉行合併公投 不過公投單項卻沒有拒絕這個選項 三種選項都贊同與馬來亞合併 只是條件不同 反對派則呼籲支持者投下空白票 最後有71%的人支持選項A合併 26%的人投了空白票 於是在1963年 除了總理的問來 馬來亞、新加坡、沙巴與沙拉月 共同組成了今天的馬來西亞 但合併後 馬上出現了種種問題 馬來亞與新加坡互相敵視 在馬來亞 以馬來族為主體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簡稱巫統 與華人組成的馬來西亞華人工會 簡稱馬華 以及代表印度族群的印度國民大會黨 簡稱國大黨 三者共同聯合起來 組成執政聯盟 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陣線 原本農姑向李光耀保證 只有行動黨不要來馬來亞選舉 聯盟也不會干涉新加坡的政治 但在1963年的新加坡地方選舉中 聯盟違背了協議 以扶植盟友的方式 在馬來人佔多數的選區 派出了42名人選 試圖奪取新加坡的執政權 結果全軍覆沒 還吐出了原本的7個席次 而取得大勝的新加坡行動黨 為了報復巫統的言而無信 隔年投入了馬來亞的大選 而且贏得了一個席次 讓兩黨的關係進一步更加 馬來人為主體的巫統 在馬來亞一直都是一黨獨大 並拉勒馬華和國大黨組成了執政聯盟 目標建立馬來人的馬來西亞 馬來人在聯邦內享有特權 但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行動黨 喊出了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 除了華人外 也積極拉動印度人和東馬原住民 呼籲人人平等 不分種族或宗教 行動黨在馬來亞牆下一個席次後 加上新加坡的席次 一躍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反對黨 馬來西亞政府無法忍受一個高度自治 也有視華人掌控的州 還有一個這麼優秀的領導人 再給你幹幾年 不就不把巫統放在眼裡 但心理光耀吃得會把馬來西亞走到捧去 而極端的馬來主義者 說李光耀是國家的叛徒 麻煩製造者 東姑則教溫和很直白的說 馬來人還沒準備好 在沒有特權的情況下與華人競爭 另外隔邊印尼也在三風點火 印尼的開國總統蘇卡諾有一個大國夢 蘇卡諾認為 印尼和馬來西亞同文同種 相同宗教 只是被不同的殖民者殖民 才會變成兩個國家 兩國應該成立大印度尼西亞 威脅要對馬來西亞展開軍事行動 並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挑起多次的種族騷亂 由於印尼刪起了馬來亞與新加坡之間的種族議題 最終雙方談判破裂 在1965年 新加坡被踢出了馬來西亞聯邦 李光耀為此而落淚 而被獨立的新加坡 首先要面對的是國防問題 印尼與國內的共產黨虎視眈眈 李光耀迅速尋求國際承認 並加入了聯合國大英國協 前中組國英國也拉了澳洲與紐西蘭 說會保護新加坡的安全 李光耀在與同事變原人的以色列與台灣合作 從1975年開始 每年都會派人到台灣受訓 就是行光部隊 除了主權問題 新加坡國內也矛盾重重 失業率高達12% 而且住房短缺、缺乏土地、自然資源等 隨時可能會引發內亂 簡單來說 新加坡剛獨立 國家貧窮落後 人民生活困難 新加坡在殖民時代什麼都不會 只有轉口貿易 毫無工業基礎 因此李光耀建立了工業區 發展密集工業 並通過租稅優惠 吸引國外資金 國際各大石油公司 都在新加坡設立煉油廠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好 加上本來就有現成的港口 則表示新加坡的工業產品很容易找到市場 且原料價格便宜 可以進口原料加工 製造更高價值的產品 如進口便宜的原油 提煉後賣到世界各地 這是個賺錢的行業 東日已久青年代 新加坡已是世界第三大的煉油中心 人家可是妥妥的工業國 而在教育方面 則採用雙語教育 英語四個族群間的通用語 也方便與外國人做生意 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 華人的特性就是勤奮、聰明、服從性高 這種人好用啊 馬六甲海峽是公海 新加坡不能收取過路費 只能賺些補給 不過馬六甲海峽長1000公里 新加坡只佔了50公里 挺靠新加坡不是必要的 如馬六甲、檳城、巴山港與丹榮港 都是不小的港口 但大多的船隻 還雖選擇新加坡 就是因為效率 新加坡可以成功 不單是地理位置 更多是人和 簡單說高度開放的經濟政策 政府對外資與本地企業的一視同仁 加上獨裁一黨獨大的政府 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 則配合英國人留下的法制基礎 新加坡政府非常連結也有效率 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公開 此外優惠稅收、良好的基礎建設 以及訓練有數的老公 都讓新加坡成為外商投資的天堂 李光用如果放在遊戲裡面 就是一個智力、政治、魅力全部一擺的超人 他雖然是威權主義者 但都能以身作折 用高標準的檢視自己 這種史達殿下眾多的嚴苛規定 不過他自己都能做到 進而要求所有的人 二戰結束後的東南亞 也出現過很多獨裁強人 如菲律賓的馬可市、印尼的蘇哈托 柬埔塞的龍諾 以及泰國的沙利與緬甸的尼溫等 但國家也因此變強盛嗎? 1960-80年代 歐美產業轉型 而中國卻在文革的大躍進 不久有約戰開打 美國只要在某個區域打仗 就會帶動那個區域的繁榮 周遭日本、韓國、台灣與新加坡 都賜了不少約戰紅利 因此天時地利人和 造就了新加坡奇蹟 1980年代 新加坡的失業率降到了3%以下 GDP每年成長超過8% 人均GDP高於石油國家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 也是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歷史上分分合合 在馬來西亞提出新加坡後 兩國倒也相安無事 兩國都是英聯邦、東協和五國聯防的正式成員 在經濟、國防上緊密合作 不過兩國在淡水上仍有爭端 新加坡與赤道與糧充沛 但因為國土較小 沒有適合儲水的地方 境內沒有完整的大河或大湖 因此缺水了新加坡 只能跟水資源豐沛的馬來西亞買水 馬來西亞倒也開心 水對他們來說根本用不完 算是五本生意 於是在1961年和1962年 兩國簽訂協議 新加坡可以從馬來西亞的龍鳳河 抽取2.5億加倫的水 那個時候兩國屬於蜜月期 正討論河邊的問題 新加坡也沒特別有錢 因為自己人嘛 水飛一次一次收一下 每1000加倫收費三分馬幣 約0.22塊台幣 不過作為回報 新加坡要賣回處理過的淨水 價錢為每1000加倫4塊台幣 協議持續到2061年 後來西馬兩國鬧翻 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 讓人繼續買便宜的水 結果2018年 馬來西亞政府不玩了 首相馬哈迪說 現在三分錢是能買到什麼啊? 認為至少要漲十倍 新加坡政府則要求尊重合約 且為了從柔佛河抽水 新加坡砸下了200億台幣以上 去處理基礎建設 新加坡也施加了兩折的價錢 把處理後的水賣回柔佛 認為不該漲價 不過水爭議有可能只是馬哈迪的談判籌碼 原本新馬兩國說好 也要共同興建吉隆坡新加坡高鐵 2018年 馬來西亞以經濟困難為由取消 導致大馬要賠償38億新台幣的違約金 馬哈迪檢討水價 或許只是要降低索賠而已 不過這些都是政治角力問題 屬於大人的事情 一般人也不太關心 對於事情小明來說 可能比較關心肉骨茶的發源地 如果問馬來西亞華人 幾乎所有人都會說 肉骨茶起源於巴森港 而問新加坡人 他們會說肉骨茶100%來自新加坡 雖然起源地不同 但兩者有著相同的故事 據說在20世紀初 許多福建人下南洋 來到新馬從事苦力工作 而這些苦力在搬運貨物的過程中 偶爾會掉下一些種藥材 苦力收集這些藥材後 會拿到專門賣肉骨的攤位 幾隻主食 後來逐漸成為肉骨茶這種菜肴 地點可能是巴森港或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人士說二戰結束後 來自中國福建的李文蒂 在巴森建議一家肉骨茶攤位 苦力就會把藥材帶到這裡煮 後來李文蒂加以改良 變成了今天的肉骨茶 而新加坡的記載 是60年代才開始流行肉骨茶 是一種街邊小吃 不過肉骨茶並沒有茶 為什麼叫做肉骨茶呀? 經過考驗後 是因為創辦人李文蒂賣肉骨的嘛 所以被叫做肉骨蒂 而全州化蒂與茶同音 就像我們的閩南語 頭骨茶跟零茶是不是很像 例如苦力問等著下班後要去哪裡 對方會說 我要去吃肉骨茶 久而久之肉骨蒂就變成了肉骨茶 而且肉骨的肉是福建化 不是潮州化的內 表示肉骨茶是來自福建 所以新加坡的白糖肉骨茶 是來自潮州的清淡口味 是改良版的 而正宗的馬骨茶 確實來自馬來西亞 是福建口味的 使用各種種藥材 香料、黑醬油烹調 湯色濃郁也有藥善味 顏色是黑色的 而其中A1更是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 都是家喻戶曉的第一品牌 也是台灣網友推薦 一定要帶回來的美食伴手禮 相信去過喜馬旅遊的朋友 一定不陌生 每一個大馬人廚房都能看到A1料理包 完完全全保留了最道地的風味 目前全球二十多個國家都可以買到 而且A1的直銀電商也終於來到台灣 原裝進口超安心 不用再擔心買到水貨了 那最後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教大家煮一下 首先準備材料 A1肉骨茶一包 帶骨的豬肋排 帶皮蒜頭還有些配料 調味料有醬油、硬油、胡椒粉、薑片與米酒 蒜頭接到帶皮 整顆的才道地正宗 首先冷水中加入薑片與米酒 可淺少等等煮排骨的鮮味 再把它洗乾淨的排骨丟進去 排骨看你想吃多少就買多少 我在傳統市場買的 這一碗要250塊 有點貴貴的呢 等到水滾了之後 把它浮在水面上的渣渣撈起來 這個步驟是為了去腥味 渣渣撈得差不多後 將排骨撈起 放在旁邊備用 排骨也是冬季燉湯的好選擇 接著準備淋一個鍋子 加入1.5公升的水 煮背後加入咱們的A1肉骨茶湯料包 再把剛剛煮好的排骨 與洗乾淨的帶皮蒜球全部丟進去 以中午小火煮個30分鐘 把排骨給煮軟 如果想有節省時間 排骨可以先用電鍋蒸一下 如果不趕時間就有小火慢慢煮 30分鐘後 排骨也入味了 接著我們來調味 醬油是巴古德的靈魂 在馬來西亞會放大馬的黑醬油 而我聽我的大馬朋友說 台灣英文的味道與黑醬油相似 所以我就用硬油取代 再加入醬油的鹽巴 因為不是專業的 可以邊試味道邊加 以免太鹹或太淡 其實最早夜晚就是經營中藥橫起家的 秘密配方從1986年傳承至今 還加入了世界第三昂貴的香料小豆蔻 讓湯頭多一種檸檬香 那煮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最後跟煮火鍋一樣 看你喜歡吃什麼就加什麼 我是準備了一些冬瓜、豆皮與菇類 這些食物的傳統性都不強 不會跟我們的馬菇德起衝突 最後我們就完成了一鍋香噴噴的大馬正中肉骨茶 記得把香料包取出 然後就可以上桌啦 好 下面已經煮好了 這是一碗就是大馬原汁原味的馬菇德 那是這些人呢 要加個胡椒粉加一下 這樣子味道更好 先吃這個排骨 非常軟嫩 煮得很好 因為它湯頭非常重要 非常濃郁、中藥味 跟我五、六年前去大馬吃的馬菇德 高達90%的相似 這個10%是醬油 因為我們醬油是台灣的應有 如果用這個馬來西亞大馬醬油 就會達到100%的正中大馬風味 大家不要忘記了 想吃正中的大馬風味 就記得這個 A1 馬菇德 這個紅色的包裝 是這個正中大馬風味的 那這個黃色的呢 是這個潮汕口味的 是那個現在要過的白底的 這兩個呢 我都吃過 風味都不同 都蠻好吃的 那都非常適合這個 冬天進步 還是幹嘛的 非常推薦 想吃正中的 大馬風味的馬菇德 請記得我們的A1 下次見到台灣囉 就這樣子 掰掰 現在到A1台灣旗艦店 單筆消費滿899就免運 首購還限責50元 輸入CHEAP 再得100元折價券 下次可以使用 另外A1也有肉骨茶泡麵 可以更簡單的享受到肉骨茶美味喔